说到青少年朋友喜欢的一个组合呢 我相信他们现在就站在我身边 一定是他们 欢迎你们 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好的 今天是这个 今年是第一次上春晚 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接受这个央视新闻频道的直播采访呢 给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对对对 大家好我们是JF Boys 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王源 大家好我叫王俊凯 大家好我是易阳千禧 好 今年在春晚舞台上要表演节目 我刚才说了今天是小年 那么有一个俗话说 万元二十三小年是什么 康瓜珍是不是 那有没有一个小礼物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我们说到今天是好声音 可不可以唱一小段 可以啊可以 我们也正好准备了一个 一二三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我们跳舞 祝福大家新年好 好好好我相信你们的这份祝福呢已经传达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心中了 那么我知道你们都是有一位是99年出生的 哎有两位是00后 我就有一些好奇哈 你们都是央视春晚的年轻一代观众 呃现在随着生活的多元化呢 可能人们的选择会更加丰富 我就想知道你们三位会看春晚吗 然后在过去春晚这十几年的历史上 你们喜欢什么节目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最印象深刻最喜欢的就是小晴杨哥哥的那个不差钱小品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 眼睛一闭不睁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 看来要珍惜时间 呃因为我也是从小就跟爸妈一起看春晚嘛 呃因为我喜欢助教伦哥哥嘛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和宋竹云老师一起唱辣妹子 啊不本草纲目本草纲目 对 非常近吗 就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从小不怕辣 啊是这样好的你呢 呃我比较深刻的就是以前虎年的时候小虎队 然后就再聚首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还有我爷爷奶奶就会就很有感触 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喜欢小虎队 对因为都是就是我爸妈妈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 看得出来几个孩子非常有孝心啊 都是陪着爸爸妈妈看春晚 那今年的春晚舞台上你们要带来的这个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呃今年春晚我们的作品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形式 就是半我都是一些卡通的形象啊 然后陪一种青春的活力的感觉 我们这次的节目是类似于一个歌舞剧话剧类的类型 然后我们是作为叙述人来参与代行中 呃这次我们不光有唱歌跳舞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小情景剧的小表演 在做你们三位采访之前呢我去和春晚歌舞类的导演周围聊了聊 你们也一定认识啊 他给我说三位同学特别的认真 他说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了 这个快乐成长啊 他里面加入了这个歌舞剧啊音乐剧的成分 所以你们几个学黑猫警长的动作学的特别好 来给我们秀一下好吗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排队的时候很多静你的动作 来一个 三位同学有点害羞啊 是这样 我们之前呢通过网友征集了一些问题来跟我往这边看 咱们来看一看啊 哦他们想问你们第一次不在家过年最想家里的什么呢 可以用江湘话给大家拜个年吗 好吗 我们来 好啊 那就从我先开始 首先我最想家乡的就是家乡的饭了 因为每次粘液饭都是我奶奶亲手做的 然后挺想他们的家人的 好我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完事如仪 我比较想家乡的应该就是爷爷奶奶吧 对因为好久没有回家去看他们了 对 然后现在给大家拜个年就是 祝大家新春快乐 后恋大鸡 太好了 我以前就比较想家里面的炮装 因为在家里面放鞭炮 然后但是因为我是湖南人 但是我没有经常回老家 所以我不太会家乡话 然后我就用普通话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春快乐 然后之后一年都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好的好的 谢谢三位小朋友接受我们的采访 因为马上已经到你们上场时间了 我们就不占用过多的时间 好好表演 加油 好的 主播王晓风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